2022智慧城市展展出各项智慧服务的应用 东元集团提出了多项智慧化节能解决方案 像是民众下单买了生鲜食材 到了家里没人收获怎么办 东元开发了低温智能自取柜 期盼打造消费者与业者双赢的商业模式 那我们的自取柜的这个产品的话 主要就是希望深入到我们家家户户的家庭里面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 你可能现在我们生鲜食品的订购 它必须要有宅配的系统帮你配送到家 那配送到家会有个问题 有时候你可能是人不在家 或是你可能它必须要二配三配 那二配三配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你东西你可能会怕湿温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这些二配三配的部分 它这个产品在运送的过程 都会消耗到很多车子的一个碳排放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减少 那我们希望最后一旅路就是安装我们的自取柜 在你们家家户户的社区里面 那安装之后你自己可以到楼下的社区一楼 或是你的管理室里面自行做取物 那这个取物只要透过我们这个QR Code的扫描 在这个主机上面 你就可以打开柜子进行自取 那这是我们所有自取柜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希望做到最后一旅路 你不用跑到可能便利商店 或是比较远的地方去取货 这是我们的概念 那在减碳的部分我们刚刚就是有提到 这些运送车子的部分 它避免这些配送的关系 或是可能二配三配 这些就是我们讲的碳排放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这一块能够做节能减碳 那节能减碳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计算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效益 其实可以节省到我们15%的一个效益这样子 另外后疫情时代来临 健康的居家生活备受重视 东元这次也展出智慧防疫宅 结合智慧联网 提供最佳的环境空气管理 那我们一般在我们的家家户户里面 一定会有空调的使用 那空调的使用 因为现在后疫情时代的关系 大家对这个空调使用的 室内空气的品质越来越重视 包含空气的洁净度 包含你CO2的一些浓度 大家越来越重视 那我们希望透过空调机 结合空气清净的一个这个效果 能够在整合的一个发挥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目前独家 业界唯一就是我们把空气清净机的功能 整合到我们的空调机上面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现在 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 这个贩售越来越贵嘛 那你地平占的越来越小 那我们希望你不是买清净机 放在你家的地上 我们把清净机的功能 搬到我们的这个空调机上面 而且它不会占到你家的占地空间 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是环保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不用耗材 那我们可以理解 你买清净机 其实是在买耗材 你使用一两年之后 你买的耗材 甚至超过你原本买的清净机 这个清净模组 它是用静电集成的方式 它可以直接用水洗 把你的这个里面 集成的脏污直接水洗掉 也可以自行的做拆卸 清洗的动作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空调机 结合清净机的功能 那我们也希望整屋的一个规划 就是说你可能会有房间浴室 你可能会有客厅 那我们怎么帮你整个屋子里面 做一个空气清净 那我们做了几个设备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风机 那新风机它要达到什么效果 因为我们室内空气它会耗氧嘛 你人越多它会开始耗氧 那吸油兔的浓度会越来越高 那新风机的概念就是说 我引进室外的新鲜空气 层层过滤之后 在我们打到我们室内的这个空气 新鲜空气让在这住宅里面可以使用 新风机的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是换新鲜的空气到你的住宅里面 那另外有一个是说我们有一个钓影式的除湿机 钓影式除湿机就是拋掉传统你放在家里的除湿机 它会直接掉在天花板里面 天花板里面有一台除湿机 那你可以想象我今天可能放名牌的包包啊 或是物品衣服啊 它可以24小时自动的帮你做除湿 跟监控整个湿度 那这个湿度都可以在里面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控制跟规划 那这个里面所有的我刚刚提到的设备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APP系统去做一个控制 那这个APP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冷气机 新鲜机除湿机 那这个里面完全都可以做自动的控制跟监测 所有的这个资讯都变成可视化 所以会更智慧去控制你家里所需要的一个 这个所有的智慧的一个控制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针对我们后疫情时代之后的防疫宅 做最智慧化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规划 还有新开发的智慧仓流管理解决方案 即将运用在桃园宅配通的仓储中 利用AI影像储位辨识等功能 加速减货出库入库的时间 同时也做到无纸化的智慧物流 这个是为我们的关系企业 宅配通物流所设计发展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这个它这个北部的家电仓 它都是处理一些家电产品 那它也是会负责送到经销商 然后送到顾客手上 但是说在我们现在的作业方式来讲的话 它原先是纸本化的作业 那我们想说利用结合一些新的科技 新式科技 我们先做到一个无纸化 然后提升它的一个进出货的一个效率 然后我们这边结合了一个AI影像的一个辨识 还有一个UWB的一个无线定位的系统 然后结合它原来的仓储管理系统 然后再结合这个云端运算 好我们设计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分两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在插动车上面设计一个APP 放在平板上面 让餐馆人员能够迅速的来去做一个减货 然后并且它有一个路径规划 可以导引这个插动车迅速的正确的到达正确的除位 去减它该减的货 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在管理中心移调度室 我们就开发一些视觉化的移标板 像是荧幕上所显示的 在右边的话我们显示的话 在管理中心可以随时掌握所有在仓储里面的 所有的插动车的位置 看他们是在处理工作的状况 另外我们针对于除位的剩余空间 我们就用云端运算的方式 来用红绿灯的方式来做显示 红灯的话就代表说这个除位剩余空间不足三分之一 绿灯的话就在三分之二以上 那这样的话管理中心的小姐在打单入库的时候 她能够很快速的了解哪个除位能够摆放这些货品 然后能够迅速的让仓储人员做入库的动作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那这套系统现在目前已经是营运了一个月 那现在目前在效益上的分析来讲的话 在可以提升所有的减货出库入库的作业时间 节省百分之十二 那大概是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也提升了很多效力 再来就是五指化 整段过程中不再有纸张的作业方式 全部都是用资料派送来做汇集整理 企业结合科技与智慧化的应用 让民众看到各项生活上的解决方案 也加速推进智慧社区生活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